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我们讲第十九章所得税 仍然依照惯例给大家进行个简单的考证分析 这一章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之所以说它重要 第一它是各种题型均有可能进行考核 比如说单选题多选题 它也可以单独的考核计算分析题 甚至结合着资产副代表日后实项 前期查所更正甚至合并财务报本等内容 在主关题里面进行考核 所以我说它非常重要 是各主题型都有可能进行考核 第二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考核的频率比较高 它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章内容 比如说它可以结合着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等内容 都可以考核所得税的题目 而且确实不止一次考核过所得税的题目 这儿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至少至少这一章给我掌握到主关系的程度 这是这一章的考经分析 这一章教材除了对部分文字进行了修订 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节内容 其中第六节所得税的列报 大家能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剩下的五节我还是想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第一节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 您至少要知道我们现在对所得税会计而言用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债务法 然后他讲了所得税会计的一般流程或者叫一般程序是五个步骤 那么第二节我们重点就是确认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如何确认 负债的计税基础如何确认 因为我们这一章只讲了两个量去PK 一个是账面价值 一个是计税基础 不论资产的账面价值还是负债的账面价值 都是你知道 我只要计算出他的计税基础 我就能算出大概确认多少地研所得税 当然这里边还讲一个特殊交易或事项中产生的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特殊规定 特殊的规定特殊的去基硬就可以了 第三节是暂时性差异 包括第四节是我们很核心的一个内容 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的 确认和计量 包括税率变化 我要重新计算 第五节是我们这一章最核心的一节内容 当期所得税如何合算 地研所得税如何合算 还有所得税费如何合算 这是六节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本来我们该讲正式的第一节的内容 在这我依然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您听好了 我们现在学的所得税会计叫资产负债表的债务法 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债务法 其实它只研究两个项目 或者叫两类项目 一个是资产 一个是负债 那么所谓的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我必须知道 它是资产的什么跟什么去PK 一定是两个量 一个叫账面价值 对于我们来说 账面价值是从账目记录中可以得出来的 是已知的 而我需要计算的 或者说我需要确认的是另外一个量 叫计税什么基础 只要有了这两个量 如果这两个量 如果没有差额 也就说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 此时绝不会跟这张有关 我们这一张要研究的就是 您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不相等 有差额 只要有差额就会跟这一张有关 那么这个差额 其实我们把它叫暂时性差异 往下说 我现在就以资产为例 那么资产 我有没有暂时性差异 也是拿这两个量去PK 一个是账面价值 一个是什么 计税基础 那我有必要先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资产的账面价值 我一直在强调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两个字 一支 它是用原值减会计上承认的折旧 啥叫会计上承认的折旧 您平时做分录的那些折旧都是会计上折旧 在第十九章之前 你前十八章讲的折旧贪销 都是会计上的折旧 减会计上的贪销 还减去会计计题的减值准备 是所有的资产都会有折旧贪销 不是 只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模式 会有折旧贪销 总之 我是用原值减去什么 相应的背底项目之后的金额 我们把它称之为账面价值 这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么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什么概念的 你要想清楚 账面价值是从我们会计的口径来说 所以减去会计上折旧 会计上谈销减 会计上的减值准备 而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从税法的口径去说 它是原值 慢点 这个账面价值的原值跟计税基础的原值一样吗 通常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花多少钱取得的资产 会计承认这个金额 税法也承认这个金额 是在承认这个初始确认金额之后 可能就会有差额 我这既然是税法的口径 那我后边要减去税法承认的折旧 啥叫税法承认的折旧 比如说你会计上采用年限平均法 那你算出你的会计折旧 我税法允许采用年数总和法 我就算出我税法的折旧 减税法的贪休 记住了税法不承认减值准备 绝对不能给我扣掉减值准备 那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会计提了减值准备了 而税法没提 这俩即使其他的量都是一样的 不也有差额吗 更何况你会计折旧跟税法的折旧 可能有差额 你会计摊销跟税法摊销可能有差额 不论是哪一种原因 最后都会造成你的账面价值 不等于你的税税基础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好 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它 将来可能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账面价值大于税税基础 一个是账面价值小于税税基础 不论是大于还是小于 这俩的差额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暂时性差异 为啥是暂时性差异 后边我会给你解释 我用一个举例的形式给你讲解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 是不是这俩的暂时性差异 是同一个名称 怎么可能不可能 我教大家一个小门 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不是 就等于在你的账簿上 记录这个资产值多少钱 对 你既然记载它的账面价值 为了好给你举例子 比如说是一百万 你记载它的账面价值一百万 是不是从会计的角度 我就认为它将来能给我带来一百万的好处 对吧 否则你不可能记载一百万 如果贬值了 你一定会具体减值准备 把账面价值降下 那你既然账面价值记载一百万 你就认为它能给你带来一百万的好处 那我们就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 去判断你的暂时性差异是哪一类 您不是认为它能给你带来一百万的好处吗 我就假设不是真的 是假设把这一百万看成收入 我们收入不就是好处吗 对 而计税基础 比如说计税基础是八十万 这个计税基础是什么概念 就截止到某一个点 税法承认你的资产值多少钱 我说的很清楚 是税法承认你的资产值多少钱 为什么要让他承认 税法承认你这资产值多少钱 将来不论你折旧贪销的形势体现 你最终会在利润里边累计扣掉八十万 那既然是扣掉八十万 我就把这八十万给它假设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是假设理解为成本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如果把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现在我第一种情况 显然是收入大 成本小 一百减八十 我算出的利润是二十 利润是二十 那是不是盈利的呀 对 盈利的我们就应该交税 我就把它叫做应纳税 再实行差异 这个应纳税再实行差异是多少 其实就是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的差额二十 这个应纳税还有个含义 它不是现在应该纳税 它是未来应纳税 我再说一遍 是未来应纳税 那未来哪一年纳税 后边给你解释 你总之先记住 它形成应纳税 再实行差异 既然我未来应纳税 是不是站在现在发生的当期来说 我就应该形成一项负债呀 因为我将来有支付现金的义务 那我就用这个应纳税再实行差异 乘以未来的所得税税率 我就确认为一项负债 把它叫递延所得税负债 记住 应纳税再实行差异 我们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乘以的是未来的所得税水利 那么同理 如果我账面价值 比如说是90万 而我计税基础是110万 那是不是账面价值 这回小于计税基础呀 对 我把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我把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收入小成本高 我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负的我当期用纳税吗 不用 而且负的对于我来说本质上是一种亏损 我未来有盈利时 我还可以减掉这个负数 之后我算出交税的基础来交税 对吧 中国有句俗话叫省就是赚 你既然在未来能够减掉这个数再交税 我们就把这种差异叫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那么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对于我们来说减掉这个可抵扣再实性差异再交税 我交税的基数少了 我成完所得税税率 我算出的应交所得税不就少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有句俗话省就是赚 那你形成的就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也就是用这个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整以未来的税率 我们形成的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这是我教你的一个窍门 你千万不要问我 为什么账面价值砍成收入 计税基础砍成成本 它今年是个窍门 对资产而言 账面价值砍成收入 计税基础砍成成本 收入大算出的利润是正的 是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收入小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是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形成地盐所得税负债 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形成地盐所得税资产 但是我乘以税率是 都乘以是未来的税率 那未来多了去了哪一年的 我后边跟你解释 那有人说资产是这样的 负债是不是也用这个方法不是 负债您记住两个字就可以了 相反 什么叫相反 它跟资产的处理原则相反 你看 实际上 这俩正好是成对角线的关系 你看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对资产来说形成应纳税 而对于负债来说 恰恰恰形成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而可抵扣再实性差异 称以未来的税率 得到的是地盐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永远形成资产 应纳税永远形成负债 同理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我们资产形成可抵扣 负债恰恰形成应纳税 那用应纳税再实性差异 乘以未来的税率 得到的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所以我希望大家先记住结论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看成输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利润为正是应纳税 利润为负是可抵扣 那么将来负债就给我记住两个字 它跟资产正好是相反的 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块内容讲完了 对 那有人说老师不对 你负债并没有给我提它的账面价值 和计税基础 现在提也不管吧 对于负债来说 还是纯从会计的口径 它的账面价值通常就是它的形成金额 也就是原值 费啥呀 负债既不会提折旧 也不会弹销 当然也不会提减值准备 负债的账面价值就是它的原值 而从税法的口径来说 负债的计税基础 我们教材给了一个公式 是原值减未来可以抵扣的金额 什么叫未来可以抵扣的金额 会出现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 我们通常如果我在现在是一项负债 我肯定不记住赢纳税索德额 你敢说这话吗 不敢 我们通常我现在是负债 我是不会记住赢纳税索德额的 那么既然没有记住赢纳税索德额 你跟索德税不沾边将来也不会有未来抵扣金额 这么一说 这个未来抵扣金额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我明明现在是负债 但是你税法规定 让我强行把这项负债调增 记住赢纳税索德额交税 我说的很清楚 我们正常情况你是有收入了才交税 而我现在形成一项负债 你就让我交税了 将来我这个负债啊 通常会转成收入 如果我现在作为负债已经交了一次税了 如果我将来转成收入 我的收入再交一次税 那不等于我交了两次交红了吗 那这时国家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现在先让你让负债强行调增交税 将来你转成收入了 我允许你把曾经交的负债的 对应的这个税我给你调减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未来抵扣金额 所谓的未来抵扣金额很少有负债存在 除非你现在作为负债就强行调增交税了 未来才可以调减 那么这个内容我不展开说 我后边会一项项一点点给大家说 您先记住负债的计赠基础很怪异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儿 实际下边要讲的内容 预期班里边我讲过 但是有些学员就是不听预期班 我仍然希望大家把预期班的最后三讲 最后三讲 如果您没听 您再听一遍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当期所得税如何算 好了 我在这儿给了你一个我们国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类表 A类表就是正常的申报纳税的报表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际算当期所得税 我们实际算当期所得税的时候 大家学税法是应该知道 我们应该用会计上算出来的利润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税前利润 加上一些调增的项目 减去一些调减的项目之后 乘以当年的适用所得税率率 我就能算出我当期所得税是多少 这个当期所得税可不是算算就完了 您算出一百万 您真的要拿出一百万真金白银孝敬祖国母亲的 所以这个利润总额来自于哪 来自于利润表 我们现在只是研究这些调增调减的什么项目 但是您毕竟要清楚 我们现在是学会计而不是学税法 我不可能把税法每一项调整都给你讲一遍 而且我们考试也不是每一项都考 我只能把我会计上常用的再给大家回忆一下 实际上不可能讲全面了 预期一般用的哪个我都给你讲了 我这只是举两个例子 那么大家想想 利润总额既然要是一个会计的口径 它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利润表 也就说前边这个利润总额的计算 一直到第十八行之前 也就是从第一行到第十八行 都是数据完完整整的来自于利润表 当我们后边讲第二十三章的时候 我会让你把利润表一个字不落的按顺序 给我背起来 但我现在没有理由要求你这些 你就记住它是来自于利润表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认为 凡是我做分路用的损益类科目的 都会影响利润表周的数字 没错 一定会影响 比如说利润表的第一项营业收入 那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加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成本就是主营业务成本 加其他业务成本 而像税金基辅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这些既是会计科目 也是什么 报表项目 其中有一个报表项目特别特殊 叫研发费用 如果你自行研发 形成的无形资产 费用化的金额 填在研发费用里边 如果你形成无形资产 摊销时对应的摊销金额 会计科目是管理费用 你也把它的摊销额填在这里边 也就是说将来你会计科目用的 管理费用的 跟内部研发有关的 我将来填报表 就填在报表项目研发费用 是不是我在告诉你个事实 有些会计科目跟报表项目是重名的 有些是不重名的 对 你比如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我们会计科目叫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而这儿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你比如说我们会计科目叫资产处置随意 而这儿叫资产处置收益 那么包括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益 营业外支出 假如说 我刚才说了半天了 这些数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利润表 假如说我把我利润表的每一项数字 都给它超过来了 我算出的利润总额根本不用算 完完整整的一到十八行 都是从利润表中超过来的 比如说利润总额一百万 这一百万是我该交税的基础吗 不是 我是在这一百万的基础上要加上一些数 加上这些数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纳税调整增加额 我还要减去一些数 叫纳税调整减少额 如果忽略中间特殊的这种情况 我们不可能研究这么细 我用我的利润总额 加上纳税调整增加额 减去纳税调整减少额 就得到我们该交税的基础 比如说是二百万 这个交税的基础叫应纳税所得额 翻译成白话就是应该交税的所得额 是二百万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利润总额一百万的基础上 乘以税率 我们是在我加调整减调减之后的二百万乘以所得税税率 比如说25% 那不就四分之一吗 我算出来我当期的应该纳的所得税额 这五十万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当期所得税 五十 那我问你一件事吧 这个当期所得税 是不是你真的要从兜里拿出五十万孝敬祖国母亲 对 您能告诉我他的分路该怎么做吗 在你应交而未交之前 你的负债增加 代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五十 他借方对应一个损益类科目叫所得税费用 它是所得税费用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好了 这是当期所得税 我就跟你说完了 当期所得税的分路 您老人家必须会借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那现在貌似其他的很简单 我现在唯一需要研究的是 您告诉我加调增减调减 我要调增哪些 我要调减哪些 这是我这一讲要给大家研究的内容 只不过我先问您一句话 是不是这利润总额一百万 是由前边从第一行到第十七行 加加加减算出第十八行 对 我是不是可以很肯定的说 所有的水一类科目的金额 都会影响利润总额 肯定是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一到第十七行 它这些叫报表项目 是不是有的是使利润增加 对 有的是使利润减少 没错 你比如说像营业收入 像其他收益投资收益 等等 这些使利润增加的 我通常会把它叫做收入类 而使利润减少的 比如说营业成本税金 积附加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这种我们叫费用类 或者笼统的把它叫扣除类 是不是如果忽略中间的顺序 我利润总额就是用收入类的合计 减扣除类的合计 得到这一百万 没错 所有损益类科目 要不你是收入类 要不你是扣除类 最终都会影响利润总额 那好 该说的说完了 下边我要跟你说的是 这个纳税调整增加额 我们要调什么 听好了 纳税调整增加额 其实它要调的第一类是什么 我们就把它叫做扣除类 是不是所有的扣除类 我都要调 不是 恰恰相反 大多数扣除类 你发生多少 你寄了多少钱的分路 我就允许你减掉多少 什么都不调 但是我的扣除类 实际有一些 是不允许扣除的 是不允许扣除的 那么不允许扣除的结果是什么 您记住四个字 全额调整 全额调整 啥意思 总得举例子吧 没错 比如说这个扣除类 我们将来 如果我作为企业 我进行捐赠了 如果我把我的钱捐给希望工程基金会了 捐给我们受灾地区了 这些叫公益性捐赠 也就是做好事的捐赠 我们税法可以扣除 但是有标准 而如果您不属于做好事说 我就愿意捐一笔钱 我就愿意捐给我们隔壁的企业 我跟他关系好 你管不着 对不起 这在税法上 我们不把它叫做公益性捐赠 而把它叫做非公益性捐赠 那么非公益性捐赠 记住了 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允许税钱扣除 大家要想明白一件事 您税钱能扣的越多 您交税的基数越少 您交的所得税自然越少 而现在不允许税钱扣除 明明你花钱了 我还不允许你税钱扣除 有人说你别再给我解释 能给我举个分路吗 可以 比如说我网出捐这个钱 我做分路时我会贷银行存款 比如说一百万 那么我技业方会写上一个会计科目 叫营业外支出一百万 它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损益类科目 是 只要你是损益类科目 是不是一定会影响利润表 对 那你的利润表实际很简单 是不是营业收入 减去营业成本 减税经济佛加 减销售费用 减国力费用 减研发费用 减财务费用等等 加上其他收益 加上投资收益等等 你算出来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再加上营业外收入 是不是要减去营业外支出 才能得到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会计上的税前利润 也就是利润总额 对 你这营业外支出既然显示一百万 那是不是说明你是曾经减掉了营业外支出一百万之后 我算出利润总额 比如说我的利润总额夸张一点 别总写一百 这回写五百 你是减完了营业外支出之后 得到利润总额五百 我是不是要在你这个利润总额五百的基础上 加调增减调减 才能算出我交税的基数 没错 而现在您减掉了一百万税法明确的给你规定 你不允许税前扣除 我明明减了一百得到利润总额 你现在不允许我税前扣除 那就不让减 那不让减怎么办 我在后边再给你加回了一百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你前面减一百 我后边加一百 是不是一加一减等于这一百 没有在你的这个计算基础里边体现 对 所以在这我就会给你加上一百 在哪家 就在我刚才展现的那张表格里边加 您的账目记录中依然有记账凭证 借赢一百支出一百 带银行存款一百 您的利润表里边赢一百支出一定还是填一百 我这个减 我这个加 只是我凭空在一张表中算一下我该交多少所得税 它不影响也不改变我的账目记录 能听懂吗 这我就会加一百 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在前面减了一百 我在后边加了一百 是不是等于这一百 最终并没有影响我交税的基础 对 你看从整体来说 整个从营业收入往下顺 这减了一百 这加了一百 是不是等于没减没加呀 对 所谓的不允许税前扣除 就是两个字剔除 在我交税的基础里边 我不能体现这个数 那么大家想一下 你这加一百 我刚才说了 不影响你账目记录 这一百 我们就把它叫做纳税 调整 增加额 一百 那么将来我交税的基数 就不再是五百 而是六百 这六百 我们把它叫做交税的基数 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六百 我再乘以25%的所得税率 我就算出来 我本年应该交的所得税一百五 这一百五可不是瞎算的 你真的要从你账户中拿出一百五十万 打给祖国母亲是交税的 你银行账户会少一百五十万 这就叫当期所得税 将来这一百五十万 我就会做一笔分路 在应交而未交的时候 待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一百五十万 借所得税费用一百五十万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本来营业外支出是扣除类项目 但是税法不允许扣除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一百是全额调增的 没错 就整个意思 它是全额调增的 所以扣除类项目不允许扣除是全额调增 有人说你还能再举个例子吗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学货有十项的时候 曾经用到过一个叫产品质量保证 我产品质量保证对货有十项而言 我是以最佳估计数入章的 还记得产品质量保证的最佳估计数 我用的是概率加全平均 出现较小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是多少 出现较小质量问题的维修费是多少 出现较大问题的可能性多少 出现较大问题的质量维修费是多少 不会发生质量维修的可能性多少 那么维修费是零 每一个金额乘以对应的概率再相加 还记得吧 对 那么实际这个数是你真真正正已经发生的数吗 不是 我并不会等到将来真的产品的保修义务发生了 我才作证 我是在现在售出商品 我能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也就是现实义务很可能金额能可靠计量 这三个条件 我就要借销售费用带预计负债 但我明确告诉你一件事 您这个一摆在会计上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最佳估计数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税法不承认这最佳估计数 也就是对于这个估计的金额 税法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 那大家想一想 我这确实做了这么一笔费用 借销售费用带预计负债100 假如说我要问你利润表当中的数字是什么 是不是还是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减税金基付加减去 这就会减去一个销售费用 只要你做分路用到了随意类科目 它是不是就会影响你的利润总额 对 假如说我销售费用就这一笔数 那我这销售费用这肯定写100 该加加该减减 最后我是不是就能算出了一个利润总额 比如说夸张一点 还是500万 那大家想一想 你是减完了这100万算出的利润总额 而税法对于估计的产品质量保修义务 不允许扣除 它什么是允许扣除 一定是残骸落定 你真的发生保修费用 你花钱了 你耗用人工了 我才允许扣除 那现在你是减掉100算出利润总额 我又不允许你扣除 我后边是不是要加上100 对 那么在这就会有个加100 你看 如果忽略这顺序 从整个的过程来看 您前面减了100 您后边加了100 是不是等于这100 根本没有影响你交税的基础 没错 所谓的不允许税前扣除 其实就是俩字剔除 就是我不让你影响我交税的基础 你减 我加 同理你前面要是加 我后边就是减 那么是不是这100等于全额怎么着 调增 这100我们把它称之为纳税 调整 增加额 如果没有其他调整的 你500加100 你算出来你交税的基础是什么 600 这600 不怕麻烦 每次都跟你说 他叫应纳税 索得额 也就是应该交税的索得额 应该交税的收益额是600 我加完那100改变不改变 你的账目基础 啥都不改变 我是在这张纸上 也就是索得税纳税申报表上 我强行加上100 我就是为了算一个交税的基础 没有其他含义 用600乘以25%算出我该交的索得税 比如说150 借索得税费用150 但应交税费应交索得税150 没了 这是不是销售费用是扣除类 对 成本费用类都是扣除类 当你的扣除类不允许税前扣除的时候 我要全额调增 举了两个例子了 不再举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不是不允许扣除 我是有限额扣除 啥叫限额扣除 我只允许你吃两个馒头 我不是一个都不允许 我只允许你吃两个馒头 可是你给我吃了五个馒头 超标的几个 三个 我就把超标的这三个 给它调增 记住了 我不允许你扣除 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允许你吃零个馒头 你吃了五个馒头 全额超标 那我等于全额调增 而如果是限额扣除 那么只是把超标的部分 给它调增 那有人说会有限额扣除 有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2022年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发生广告费 假如说啊 我发生广告费200万 然后我告诉你 我2022年的利润表 营业收入 假如说是1000万 那么当然减营业成本 减税经济附加 其中有一项内容 是我们所说的销售费用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发生的广告费200万 你是不是应该是带银行存款200万 因为广告费是为了促销 是不是借方我们应该借的是销售费用200万 对 你这儿的销售费用 假如说没有其他的 我就是只有这广告费一项 那有人说事实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也没关系 谁超标调谁就行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假如说没有其他的 该加加该减减 如果我告诉你我算出的利润总额 假如说还是500万 那好 您可以接着往下说吧 我告诉你的是广告费可以扣除 但是广告费 它不是全额扣除 我明确的告诉你 它是限额扣除 而且它的限额税法明确规定好了 将来它的扣除限额 是什么呢 是收入的15% 啥意思 你营业收入不是1000万吗 我的扣除限额就是营业收入1000万的15% 是150万 只要收入定了 那就意味着我的扣除限额也已经定了 150万 相当于150万是什么 明额 假如说我花了80万的广告费 假如说我花了80万广告费 你允许让我扣150万 你就把它理解为我实际吃了80个馒头 你允许我吃150个馒头 超标了吗 没有 没超标啥都不理他 不调增也不调减 你这销售费用 这自动会有一个80扣掉了就完了 而现在我们这不是 你明明扣除限额是150万 可是您在这给我减掉销售费用时减掉200万 就当于是什么 我允许你吃150个馒头 而您实际吃了200个馒头 咋了 超标了 超标了多少 超标了200跟150的差额 50万 超标的部分怎么着 调增 那我在这就不是加上200 要加200是不是叫全额调增 对 那我在这只加一个50 记住是超标的部分 超标的部分调增 那咱是不是也可以按照前边的顺序给他捋一下 对 如果忽略中间的过程整个看下来 您曾经在这减掉200 您在这加了50 等于累计减了多少 150 不就等于我的扣除限额吗 我最多就让你减150 也就是说实际发生的广告费 跟扣除限额哪个少 我哪个允许你减掉 超标的部分 我要调增 那现在调增50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交税的基数变成了550万 对 这50还是美其名曰叫纳税调整增加额 这个基数依然叫应纳税 所得额 我现在是为了好给大家展示 我每次只调一项 那如果既有不允许扣除 又有超标的 就是该加多少加多少 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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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加 最后算出交税的基数 550万 550万乘以25% 我就算出我当期该交的所得税 是550乘以25% 是137.5 这137.5 是不是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当期所得税 对 能给我说下分路吗 完全没问题 借所得税费用137.5 代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137.5 没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 如果有扣除限额的是超标的部分调增 没超标不调 没超标是不调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纳税调整增加额 面对的都是扣除类项目 现在销售费用是不是扣除类项目 是 不允许你扣除的全额调增 限额扣除是超标的部分调增 那有人说你纳税调整增加额不一共有两项吗 对 我还有一项是根本没道理 我就没有在前面一到十七项之内 就是税法要求我强行调增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税法要求我强行调增 那有人说你能举个例子 可以 这种强行调增的您记住 它绝对没有用到损一类科目 大家想一下你要用到损一类科目 要不形成收入来 要不形成扣除来 肯定是该调多少调多少对吧 这种强行调增的绝对没有用到我们所说的损一类科目 但是税法就是让它调增 好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大家想一下 我房地产开发公司 我一直在问你干啥的 盖房的 盖啥的 卖房的 我卖的房都是盖完之后在网处卖的吗 不一定呀 盖完之后网处卖的叫卖线房 我是不是也可以卖七房呀 对 假如说我卖七房 那说明房盖完了吗 没有 没盖完我能知道总成本吗 不能 我能截端主营业务成本吗 不能 我能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不能 你到底能什么 比如说我房地产开发公司 假如说我借银行存款 我收到一百万 但是因为你的总成本确认不了 你也不可能确认收入 那我就用收入的前身来代替 收入的前身是什么 对 合同负债 这个合同负债 我相信大家第十七章学完了 你都应该知道 它是负债类科目 跟随一类科目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也就意味着 你前边的营业收入等等 什么减 营业成本减 税金化等等 根本没有这一百万的痕迹 我就不是随一类科目 我银行存款是资产类科目 我合同负债是负债类科目 我就没有影响损益 那是不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利润总额 比如说五百万 这五百万里边有没有这一百万的痕迹 根本就没有 但是税法不讲理 税法说你只要预收了这种售房款 你必须给我交一部分企业所得税 这叫预缴 你必须给我缴一部分企业所得税 那企业就会问国家 我爱什么缴 我是把这一百万都给你交税 不是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现在不是卖七房 我是卖现房 我是卖现房 是不是我应该这一套房 比如说一百万的收入 借主营业务收入一百万 带主营业务成本八十万 差额二十万是我该交税的基础 对吧 对 也就是说我真正交税的基础 应该是收入减成本的差额 我以利润来交税 可是现在我这一百万是我收的预收的受房款 也无所谓收入和利润 如果你让我把这一百万全额 我说的很清楚啊 如果你让我把这一百万全额加税 那对于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说我卖现房 我是收入减成本的差额来交税 那国家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吧 您就用这一百万乘以一个什么 叫预计毛利率的东西 比如说预计毛利率是百分之十 预计毛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么将来我算出十万 我就把这十万给他理解为是收入减成本之后的差额 那我让你把这十万交了税 是不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呀 对 那么实际上我在这十万当中 我交税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纳税调整增加额 那么就应该是五百加十 是五百一十万 这五百一十万是我们所说的 应纳税什么 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 将来我用五百一十万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我的当期所得税 你看我多冤啊 我躺着都中枪 我明明是一项负债 你非得让我强行调增 一百万乘以预计毛利率百分之十 得十万 那么假如说我往后跟你说一下 就因为这种情况 它是有可抵扣在实际差异的 啥意思 比如说我房子有一天真的完成了 真的改完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算一下这套房的成本是多少 对 这一套房的成本 比如说九十 那我是不是应该借主营业务成本九十 但开发产品 九十 同时我这合同负债别再叫合同负债了 我就把合同负债改名叫什么 改名叫主营业务收入 一百 如果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大家想一件事 是不是如果没有其他的啊 将来我这营业收入这儿 我应该贴一个一百 对不对 对 而我减去营业成本这儿 减去营业成本这儿 我应该贴一个九十 那是不是等于我如果什么都不给他减 比如说我利润总额里边 假如说利润总额算出是五百万 算出五百万 如果我要问你 这利润总额里边含着什么 是不是含着一百减九十十万的差额 没错 如果我啥都不调 我就按五百万乘以所得税率 你有没有发现 这十万我又交了一次所得税 对 这对于我解来说不公平 我就收了一个一百万 你已经在我本身没有转收入 只是作为合同负债的情况下 你让我按一百的百分之十 交了十万的所得税 我去加上这十万算出我的所得税 如果我转了收入转了成本 如果什么都不调 收入减成本是不是也十万 如果这十万要不调 是不是等于我只收了一笔款 我在合同不再交了一次 我在收入成本这又交了一次 对 那这是怎么办 国家就规定 你可以在转收入和成本的时候 你减去你曾经调增的这个金额 也就是你需要纳税条件 以一百乘以百分之十等于十万的这个金额 大家想一想 它是有道理的 你曾经加成一个十万 你后来减去一个十万 然后是不是等于这一件事 如果从整个的年份上 累计的年份来看 这十万加十万减十万 等于我压根没交过税 我最后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这十万正常交税 没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个 你调减的这个金额 就叫未来抵扣金额 就叫未来抵扣金额 所以你作为负债调增了 将来你转成收入 它一定允许你调减 这就是比如说五百减去十 算完四百九乘以百分之二十 这是我的当期所得税 我要跟你表达的是什么 我今天明显作为负债 没有影响损益 不轮不类 你让我调增了 将来我转成收入影响随意 是你一定让我调减 是不是等于合同负债这件事 先调增后调减就没有了 那我正常按收入成本 正常交税就算对了 是这个意思 实际这就是强行调增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而后边你转成收入 我就是为了避免你重复交税 我强行调减 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这是扣除类项目 不是 这是我们强行调增调减的 我想我就给大家说的这 这是强行调增 后边你转收入强行调减 那有人说既然是这样 国家为什么还这么啰嗦呢 还让我前面调增后边调减 您糊涂了 你是今年预收了 我今年让你先把税交了 你可能过两年才转收入 我不能等你过两年时 我再跟你要税 我现在先要 我将来允许你调减 国家不吃亏 金额上不吃亏 要全额要到 时间上不吃亏 能早不晚 这就是税收的一个规矩 这就是纳税调整增加额 我想我就说到这儿 而对于纳税调整减少额 其实它也有两项 它的第一项是什么 是收入类 它不是口出类 它是收入类 当收入类如果出现减税 免税这种情况 它不是调增 它是调减 那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购买的国债 在持有期间 你得到的国债利息收入 那么大家想一下 你买国债是不是等于 也是买债券 对 你可以把它化归为贪 你可以把它化归为送债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化归为损债 也没问题 假如说我买这个国债 带银行存款 比如说一千万 我把它化归为贪 而且我既没有折价 也没有溢价 我就是按照面值买的 那我债权投资横杠成本 永远反映面值多少 一千 没有利息调整 那要没有利息调整 是不是将来我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记提利息的时候 借方本来是应收利息双面 面值一千 比如说乘以票面利率5% 我算出的应收利息是50 本来带方的投资收益 应该是用丁字账的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我们这道题丁字账余额就是一千 因为你按面值买的实际利率等于票面利率 是不是最终也是一千乘以5%等于50 对 没有利息调整一折价的摊销 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鼓励你买国债 将来你这儿的投资收益50 我允许你免税 啥意思 你做完这笔分路了 如果我还是以利润表为例 营业收入加加减减 当你加到一项叫投资收益的时候 是不是这自动就会有这个50 没错啊 你做完分路只要用到随意类科目 一定会影响利润表 那么该加加该减减 比如说我算出的利润总额 假如说还是500万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是加完这50万算出利润总额的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哪怕我什么都不调了 我用500乘以25% 是不是相当于这50交了企业所得税 对 可是国家明确的告诉我 这50是免税的 我不应该交企业所得税 也就意味着我这500 假如说什么都不调 我只应该是其中的450交企业所得税 那50压根都不应该交企业所得税 可是我确实这500里边含着这50怎么着 把它减去 我减掉这50不就可以了吗 还是忽略终端的过程 从头看到尾 我前面加上一个50 我后边减去一个50 是不是等于我没加没减 对 是不是这50根本没有影响我交税的基础 对 我还是以450作为我交税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应纳税所得额 没错 乘以25%就是我该交的当期所得税 这50因为是减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纳税调整减少额 你看 有人说这个纳税调整减少额会不会很多 不会 大部分都是调整 为啥 你减去的越多 你交税的基数越小 你交税的基数越小 你算出的当期所得税就越少 你算出的当期所得税越少 你交给祖国母亲的税越少 祖国母亲收不到税 她怎么维持生活 肯定是调减的很少 我希望您记住的调减的就这一个 给我强行背起来 只有国债利息收入是怎么着的 免税的好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所说的收入类 当有减税免税的时候 我们会强行调减 另外 我的纳税调整减少额还有一类 跟损一类科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允许你强行调减 我允许你强行调减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 我当时明确的跟你说 我的产品质量保证 产品质量保证 我是不是不用等到 真的发生维修费时 我才坐这 对我当时是借销售费用 但预计负债 比如说一百 您还记得不记得 就因为在这直接减掉了一个销售费用一百 而税法不承认这一百 是不是税法是在利润总额五百的基础上 当时扣除类项目 这个销售费用是不是扣除类项目 是 我不承认 全额调增 这加上一百 算出我交税的基础是六百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当期所得税是一百五 这是前面刚讲完的 您不至于忘得这么快吧 好 这是计题 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 支付 假如说我将来真的发生了维修费 比如说 我这个维修费真的正好跟我计题数一样 是一百 然后借预计负债是不是带银行存款呀 对 那我问大家一件事 这笔分路用没用到损一类科目 啥都没用到 根本没用到损一类科目 也就是说在你的利润表里边 什么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基附加 一直算到利润总额五百万的时候 我这里边从来没有体现这一百万 你不是损一类科目 你怎么能影响利润总额呢 对 但你当时给我承诺的是什么 我按最佳估计数预计的时候 你不允许我扣出 你把这一百给我怎么着加上了 但是当我实际支付的时候 我明明没有影响损一类科目 但是我确实花钱了 这笔钱是不是对于我企业来说 是一种什么代价呀 是不是一种支出 对 税法允许你扣除 你说允许我扣除 我总得操作吧 怎么操作 就是我允许你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强行调减一个一百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它没有影响损一类科目 我强行让你调减一百 那我将来交税的基数就是四百 乘以25% 我算出我当期应该交的所得税一百 所以大家记住了 对于预计负债来说 你对应科目是消除费用 你记题的时候 我不允许你扣除 我强行全额调增 此时你是作为扣除类项的 而我实际支付的时候 明明这笔分路跟损一类科目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我却允许你强行调减一百 这个调减一百 其实就是未来抵扣金额 将来未来抵扣金额要说是多少 一百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说 我记题的时候 预计负债是一百 我就知道将来我真的花钱了 我未来抵扣金额就是一百 您还记得不记得 负债的计水基础就是账面价值减 未来抵扣金额 账面价值一百 未来抵扣金额一百 那计水基础对预计负债来说是零 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你现在是强行调增了 将来明明跟随意没关系 我允许你强行调减 就会产生未来抵扣金额 好 这是一项 比如说你能再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给大家举个加计扣除的例子 所谓的加计扣除 它的前提一定是自行研发无形资产 是不是有资本化支出 有费用化支出 对 如果我先说费用化支出 费用化支出 是不是你平时做分路的时候 借研发支出 横钢费用化支出 带银行存款 原材料应付支付薪酬 对 买一期期末 自动转到哪去 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100 但研发支出 横钢费用化支出100 所以研发支出 横钢费用化支出 期末是没有弱的 这我说的很清楚 那么将来这管理费用要是100 是不是我利润表当中 我就要在管理费用里边添100 不是 为啥不是 会计科目用管理费用 但是您将来记住了 我这100 不是添在报表项目管理费用里边 那添哪里边 他添一个很特殊的报表项目 叫研发费用100 这是规矩 会计分录 我用到会计科目用管理费用 但添在利润表 我不添在管理费用里边 我添在研发费用里边 谁说所有的会计科目跟报表项目一定是聪明的 好 那我要添完这100之后 比如说该加减该减减 我算出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500 好 那我问您一件事 您一共花了多少钱 100呀 您扣了多少 100 你已经扣了 花多少钱 我允许你扣多少钱 这个是不是等于是我们税法所说的据实扣除 没错 你花100扣100 是不是天经地义对 你想说什么 如果您从事的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有关 我允许您在扣掉100的时候 再实行一个加减扣除 所谓的加减扣除 就是我在后边允许你再额外减一个 减什么 减去100乘以加减扣除的比例 我们现在制造业阶段性的优惠 加减扣除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原来是75% 最初是百分之五十 我们教材没改还写百分之五十 那有人说我考试到底写什么 您是学会计 您不是学睡法 他给您哪个比例 您写哪个比例 听懂了吗 那么实际上100乘以百分之五十得五十 如果我不减这个100的百分之五十 我交税的基数是五百 我现在减去100的百分之五十 我交税的基数是四百五 我交税的基数变小了 往下说 我是不是交的当期所得税也变少了 对 你拿出去的真金白银是不是也变少了 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加级扣除 你想一下 你实际本来发生的支出是一百 我除了让你把一百据实扣除 我还可以让你额外扣除一个一百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五十 这五十你画了吗 没有 它就是一个强行扣除的一个金额 我们把它叫做纳税调整减少额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你就可以强行再调减一个五十 这就叫加级扣除 这是费用化支出 那如果对于资本化支出 我也稍微给大家提一句 资本化支出是不是平时可以有余额 只有我们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我才可以给它写上借无形资产 比如说夸张一点 一千 我才能把研发支出横杠资本化支出 给它反向接转 如果没有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这个研发支出填在报表项目里边填哪 有人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 无形资产 我给你讲过 开发支出 对 也就是完工之前 我的报表项目填在开发支出里边 完工之后 我填在无形资产里边 这些点不能错 那往下说 假如说我告诉你这个无形资产的使用年限或受益年限十年 假如说我告诉你当年贪一年 如果是这样 那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我如果用于自己的管理使用 那我应该借管理费用是一千除以十等于一百 贷方应该是累计摊销一百 对 这儿的管理费用一百能扣吗 能 正常扣除 也就是在我的利润表里边 我营业收入该加加该减减 其中在这儿我减管理费用 错了 他快计科目叫管理费用 将来他依然把这一百的摊销额不是寄管理费用 他依然是填在研发费用里边 填在研发费用里边一百 我摊了一百 我扣一百正常吗 天经地义 一点都不挑 然后我算出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五百 好 结束了 没有 那要结束我还讲什么呀 他允许你加击扣除 你记住研发费用的金额是一百 如果其他的条件会计跟税法一致 我允许你详行调减一个一百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五十万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我就愿意让你调减五十 这就叫纳税调整减少额 五百减五十就得四百五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算出我的当期所得税 你摊销技术研发费用一百 我允许你调减一百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详行调增调减的 但是我们税法上 对于费用化支出 就是加击扣除百分之五十 而对于我们无形资产 他会说按无形资产的成本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摊销 大家要明确或者熟悉这种会计的专业术语 什么叫无形资产百分之一百七十五摊销 你本来是一千万除以多少 十年 其实呢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千万乘以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除以十年 是我能够怎么着 摊销的金额百分之一百五 对不起大家 终极是按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这是按无形资产百分之一百五 摊销 那一千乘以百分之一百五 是不是等一千五 一千五除以十的多少 一百五 那就意味着你在随意当中扣除的金额就是一百五 这扣了一百 这强行调了五十 是不是等于扣了一百五 对 其实呢 无论是费用化支出还是资本化支出 就是你记住研发费用多少钱 你后边就可以调减多少钱的百分之五十 但只不过他习惯描述成按无形资产百分之一百五的金额摊销 你管他呢 他怎么描述都行 这五十万是强行调减的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那到这为止 我就等于把纳税调增和纳税调减给大家想完了 扣除类项目 如果不允许扣出全额调增 限额扣除超标的调增 还有强行调增 如果纳税调减收入类减税免税调减 还有强行调减的都给大家举例子 这块内容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当期所得税就能算出 其实这个内容已经在预习班里边讲过了 但是有些人根本不听预习班 没办法 我只能把这再重新给大家说一下 后边的这些内容大家不用理他 我们只要掌握主体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到这为止 我把所得税该给你补充的内容就给你补充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